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谢国良亲自参加启动仪式 教育处也规划了精彩的寻找雨精灵的活动 让亲子朋友共度温馨快乐的时光 这两个合体剂不够看 再加五一个好不好 来 帮我拿好 来 预备备 一 二 三 哇 剧团活泼的演出 让现场大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 为期四天的2023基隆童话艺术节 在国门广场跟海洋广场热闹开幕 市长谢国良亲自参加启动仪式 这个地方未来是属于下一代的 是属于未来的孩子们的 所以我们要立志帮孩子们打造更好的一个教育环境 生活环境 娱乐环境 跟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所以呢 童话艺术节 谢谢我们教育处的同仁很热心的 一步一步的把它办起来 也很有特色 我们既然这个脱不开雨水跟我们的连结 不如就来好好的享受跟共存 现场也规划了许多寻找雨精灵的活动 与大型艺术装置 相当具有环保教育意义 在我后面呢 是太空补水站 太空补水站呢 也是运用SDGS的相关的一个意念 然后呢 我们让水循环的一个概念 能够让孩子在我们童话艺术节里面 不仅好玩同时呢也可以学到很多环境永续的议题 因为就觉得就是 现在表演的就是雨精灵 所以我想画雨精灵 然后雨精灵的头上有 感觉像一朵花 在我们前面呢 我们还有我们的岛屿会集 传递永续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装置艺术 一系列的结合环保教育 然后结合我们地方的特性 比如来讲今天雨精灵的话 就是我们金融市一个特色 我想非常好的一个教育 搭配同趣的童话艺术节 市长谢国良和警察局长张树德 也带领可爱的警察大玩偶 在现场进行反诈骗宣导 相当吸睛 打炸金融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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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来宣导打炸 这是我们基隆 打炸基隆队 我呼吁我们的乡亲 不要被这个假投资假购物 包括现在政府要花6000块的这个现金片了 因为政府不会用简讯 不会用赖通知 市政府教育处也特别感谢多个赞助单位 这次共襄盛举来举办基隆童话艺术节 让大小朋友们共同留下快乐的回忆 在这次的那个大型装置艺术里面呢 阳明海运帮助了我们非常的多 那另外呢 也有自威科技的部分 那这是在我们基隆 尤其就是在我们自己本身车站附近 那有一个非常元宇宙的一个体验活动 那另外呢 也要特别谢谢我们的鲜乳坊 那在这几天的活动里面呢 他也特别提供了鲜乳 所以呢 小朋友来到这里 如果累了 也可以去我们的鲜乳坊 其实我们在做的就是 收集各式各样的笑容 我们也很开心 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能够让这个城市 都听到孩子们的笑声 然后看到家长们很开心的这个笑容 为了要推广基隆市的棒球风气 议长洪子伟结合梦想起飞协进会 台电协和电厂 在委托行街区架起了大萤幕 举办了一个观赏 职棒开幕赛的活动 现场气氛温馨热闹 来看前面看前面 在基隆委托行街区一起看职棒开幕赛 热闹有趣的活动是由基隆市议长童子伟 结合梦想起飞协会 跟台电协和电厂一起来举办 邀请到家福棒球队 与基隆的少棒小朋友 一起透过大萤幕来观赏中华职棒 三十四年开幕战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点燃棒球魂 这个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从小就一个不折不扣的棒球迷 所以我现在也把议会整个空间都改成跟棒球相关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协和电厂跟我们委托行街区公司共同来合作 在我们这个委托行这个空间场域里面举办中华职棒的开幕赛 然后邀请我们基隆市非常多所的棒球队 然后校长带领我们小朋友一起来欣赏球赛 让他们在寓教娱乐之中也可以体验互相切磋的感觉 那我想棒球文化要在这个我们基隆继续的推动 要首先要建立它的文化 在对国外来说 看棒球其实它是一种生活习惯 所以我们不只要说国球 我们要融入每一个市民的生活当中 那我们希望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 吸引更多的小朋友来投入我们的基层棒球的训练 那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吴华家议员 还有我们所有的议员一起来争取 让我们基隆市不再是棒球沙漠 当然会从棒球文化跟棒球的空间场域资源开始做起 那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协助过基隆的一些小朋友 他们想要打棒球加入棒球队 那有一些在基隆的小学 然后后来要升学上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就是基隆想要打棒球 小朋友很多 那这一块是需要我们在市议会一起来支持的 暖系国小因为有哨棒队 那成立呢到今年是第四年 那希望说呢 孩子在这个棒球的领域里面呢 有更多认识 更多活动的参与 那非常谢谢议长呢 今天在伍托商行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孩子也能够亲近基隆市呢 传后以来非常热闹的一个商业街区 有我支持的球队 那你支持哪个队 中信兄弟 那你是什么位置的 二雷手 二雷手这么厉害 那你的未来想要的目标是什么 打支棒 那我觉得借着由议长这样子办的一个 大家一起来户外观赛 也可以跟其他的学校做交流 然后小朋友可以交交朋友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一起看职棒开幕赛 现场供应的餐点也是跟棒球相关 口服食品业者发挥创意相当用心 这是棒球手套的挂包 然后跟棒球造型的杯子蛋糕 这个棒球造型除了要用白巧克力融化 融化在上面之后 还要在特殊做造型去勾勒 这些图腾 所以特别的耗食跟费工 那棒球手套挂包的造型 原本它只要需要用很多手工师傅 手工具制作 所以非常的耗食 希望小朋友可以吃得开心 将棒出局 在议长结合各单位的用心规划下 一起在委托行街区观赏职棒开幕赛活动 让大小朋友都留下精彩的回忆 也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在地棒球运动的发展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市长谢国良亲自召开记者会宣布 基隆护海公投第一阶段申请补证的补充说明审查通过 并请公民团体进行后续程序的完备通过 即可进入第二阶段的联署 王醒之先生领衔的 你是否同意基隆市政府应拒绝协和电厂 含其附属设施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于基隆市水产动植物保育区填海造地 重大政策公投提案 针对其所提出补证的补充说明 本府已审查完成 认为合逾规定 将依法进行后续的程序 为了推动基隆护海公投 领衔人王醒之前一天拜会 基隆市长谢国良希望加快审议 而是隔一天 市长谢国良宣布审议结果 基隆市政府在搜授提案人 针对第一次补证补充说明之后 不仅会办本府相关局处的意见 也积极征询汇整各界意见及法律见解 经内部讨论审查决议本案合余规定 主要是这一次的补充说明 特别将本提案事项 合以细数地方自治权限 再加以说明 针对内政部回复本韩 韩文所提 本提案为中央权限 经过这一次补充说明 与宪法保障地方自治精神 本府认为 依照地方自治法第19条规定 渔民的生计 环境的保护 地方的观光 市民的安全 涉及地方事务 居民自有提起 地方性公投之权利 地方政府亦有办理公投的权限 本府依据本市公民条例 自治条例规定 后续将含请护证机关 于15日内 查对提案人 并依该提案性质 分别含请相关机关 收受该韩文后 30日内提出意见书 侍经本市选委会 书面刑事审查通过后 就会通知提案领衔人 于10日内领署 领取联署表册 展开第二阶段的联署 市府除了准许提案人 进行地方公投的权利之外 也针对内政部先前的认定 也针对先前内政部的认定 有不当限说 金融市地方自治权限的问题 我们在做一些法案分析上 我们有注意到一点 就是内政部的函事 其实经我们的法学专家 在仔细的审查后 有发现说 其实他有不当限说 本市地方自治的权利 权限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子的基础下 宪法应该是保障 金融市有地方自治的精神 因此也保障 他们所提出的事项 如为地方自治事项 本府则有权利 准许提案人 进行地方公投这样的权利 那内政部的函事 在我们的认定是不当限说了地方自治的权限 所以经过他们属于第一次补证内的补充说明后 本府决定同意他们进行到下一个阶段 虽然第一阶段市府已经审查同意符合自治事项 但公民团体还要进行后续的程序 待刑事审查完毕后 才能进行所谓第二阶段公民投票案联署 记者 清明节连续假期第一天不少民众都上山扫墓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维持多年的传统 特别在南农公墓设立茶水服务站 递茶水送面子给来往民众表达关怀 每年一度的清明节 那么年假的季族的开始 那对于这个慎重追缘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非常的有感 那么所以每年都必须在这边 那么给这个我们的金融市的一些民众 那在我们这个南农公墓的墳场这边 因为树木比较多 所以我们找一个人数比较多的地方 来赠送茶水 对于我们民众的慎重追缘这个扫墓的活动 那么我们会让你赶贝 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委与参加 民进党金融市立委初选的三位候选人 郑文廷 张志豪 张敏军 及多位党籍市议员也出席共襄盛举 我们民进党的长期呢 就对这个都会来发水 每一年我们的所有的党员 所有的同志都会来一起发水 然后热心的服务 那我们现在赖主席也特别强调 我们党也要公益化 所以我们特别呢 我想我们金融市党部也非常用心 特别的摆上茶水的服务 然后贴心的地上水啊 帮忙提东西 然后帮忙拿东西 我想这是一个符合赖主席的精神 那我想我们民进党的所有同志 也都会继续一起来努力 清明节是一个慎重追缘的日子啊 那我们每年都会来到南龙公墓 做茶水的一个供应 结合党部的这个茶水供应服务 那我想我们主要也是在跟大家一起 来做一个对我们前辈 我们先人的一个追思 在大家顺踪追缘的同时呢 我们民主进步党也是表示 我们也是跟大家一样哦 跟大家站在一起 然后希望能够陪伴大家一起 度过这个清明的节日 其实最重要的也是 陪伴大家在每一个最重要的时刻 我们都站在一起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已经连续十几年来 都有在这边举办 我们来清明节来提供茶水的服务 然后来去慰绕这些 来去清明祭祖的这些市民朋友们 那秉均今天也是配合我们党部主委的活动 共襄盛举 就是希望在这个圣洞追缘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给我们民众最适当的一个补给 那在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民众都陆续前来 那所以这边也要提醒 我们要前来扫墓的好朋友 我们还是多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那来避免我们周围的一个交通产生用事 那希望让上来扫墓的我们的市民 大家呢有水可以喝 那因为我们这个男友公布上去的路还很长 那扫墓的路途会很艰辛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我们的话呢 不管是需要服务 还是需要我们的水 或者是需要休息 都欢迎来我们民进党金融市党部的茶水站哦 这项茶水站服务一年持续两天 共提供120箱的瓶装水及上千包的面子 希望协助民众胜中追远 缅怀先人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七肚区卫生所特地邀请营养师到七肚区永平里 教导长辈们制作适合长辈食用健康 好吃又容易咀嚼的健康润饼 副医长杨秀玉一起陪同 鼓励长者要吃的健康 在营养师贴心准备好润饼食材 并且细心指导下 长者们动手动脑将同样是食材的苹果和豆干切片切细 应景清明节七肚区卫生所特地邀请营养师到七肚永平里 教导长者们制作适合长辈食用 健康好吃又容易咀嚼的健康润饼 搭配牛奶当饮料 健康满满 而且平时就可以坐来吃哦 因为现在老人已经越来越高龄了 然后他们最主要牙口会不好 那牙口不好的话 他们在饮食方面 他们其实就很多限制 所以我们现在会在社区 需要收集营养师来教他们怎样 来做一个全骨 尤其是我们今年要推穀物 希望穀物是很营养的一个食物 然后希望他们教导能够如何怎么煮 然后配合一些现当季的食材 然后这样食用 润饼的部分 我们主要的材料是用当季的蔬果 然后切丝来让长者来做包润饼的材料 那最主要我们是考虑到要让长者能够好咀嚼 好吞咽好消化 那所以里面蛋白质的食物呢 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只有卤蛋 豆干跟一片的红糟肉 所以我们最后呢 搭配了豆浆跟牛奶这个饮品 主要是要让长者呢 在吃润饼的时候 也可以补充到好的优质蛋白质 那也让长者认识豆浆跟牛奶 其实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是对于他们要预防肌扫症呢 是很重要的食物来源 一项非常关心长辈健康和事务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也特地到永平里和里长黄曹嘉一起陪同长辈们学做健康润饼 受到长辈们的欢迎 那也借由这个制作的润饼 在这个亲民节前夕 告诉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还有我们这些孩子们 希望要饮水师员 懂得饮水师员 当我们吃这个食物在我们嘴巴 知道其实每一个食物都是 有他的一个感恩 所以我希望说 藉由七夕这个我们的卫生所 举办这个活动相当的不错 谢谢 七处卫生所来办这个课程 也非常感谢我们副议长来这里逸琳指导 也希望他们都来我们里内 办一些有关健康饮食的讲课 也非常感谢谢市长这样子的大力推行 七处区卫生所指出 长辈们走出家中 到李明活动中心学做健康论饼 也有助于增进社交关系减缓退化 而警察局第三分局也把握机会 在政府即将广发六千元之际 前来进行预防诈骗等犯罪宣导 避免有长辈被诈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基隆要持续进步 需要懂得向中央争取预算的好立委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最专业的郑文婷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阿蕙啊 头晨是怎么啦 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为什么 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哦 你是说要花旧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后来后来我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这样会比较安全啦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张敏君 我已完成登记 民主金部党 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身为市议员 我深深了解 基隆市即将面临的现况和挑战 基隆市要持续进步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 统人籍的张敏君 慈云市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市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市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市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残敗哦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基隆市全体幼儿园大班作品展 在国立海洋科技馆开幕咯 基隆市长谢国梁 与议长佟子伟 海科馆副馆长林青海 一起与小朋友同乐 小朋友在台上唱唱跳跳 超有活力 台下爸爸妈妈拿起手机猛拍照 跳完一首再来一首 基隆市长谢国梁 议长佟子伟 及多位议员在台下 欣赏孩子们超萌表演 基隆大班儿童作品展 在海科馆正式开幕 今年作品 以基隆在地特色为发想 结合海洋元素 让孩子们尽情发挥创意 第六届的舞动一起来 大班作品展 那我今天很开心 也很难特别 因为连我女儿也在 所以小爱爸爸就很开心 那我觉得大班的孩子 他们我相信在这个幼儿园 有了很快乐的几年的学习 现在今年要迈入小一了 我想对他们 还有对他们家长 都是一个生活的转变 那我们基隆市 市府跟教育处 就是要自立于这些环境的打造 不论是学习 不论是玩乐 不论是照顾 我们都要把这个环境做好 这个也是我们最根本的责任 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那看到今天很多孩子们的作品 其实也都做得很棒 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 我想我们大班的这个幼儿展 已经展现了非常多年 那今天特别来到我们海洋科技博物馆 是全台湾唯一以海洋为名的一个博物馆 我想在这边可以展现 我们基隆海洋的特色 也可以让小朋友认识海洋 又可以呈现他们的多才多艺 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全力来支持 让小朋友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那我最近也跑了几间异彩班 那我想每一个小朋友 都有每一个小朋友的专场跟特色 我想用力的表现自己 勇敢做自己 让他们慢慢的成长 那我想基隆的小孩会有 越来越有特色 现场展出了百件孩子们的作品 不管是利用废弃的符球 渔彪还是各种创意艺术都希望让孩子了解 基隆的文化特色 我们现在的小朋友的发展是多元的发展 那现在我们教育的体系跟制度也渐渐的在朝向多元的教育的方式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小朋友在学习的期间呢 都是以触觉视觉等等的各种感官去启发我们的整个整体的身体的发展跟思考能力 那所以呢像我们这样子就是肯定小朋友的创作 那让他们透过创作之后又得到肯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其实可以增加小朋友的自信心 今天陈宜呢很荣幸的来到我们海科馆来看这些小朋友大班他们的创作 因为小朋友呢其实他们很有想象力的 然后他们把他们的想象力发挥在每一张的白纸上面 然后每一张的白纸呢就变成很生动 那希望呢在这个廉价的儿童节呢 父母也可以带小朋友来到海科馆看看别人的作品 然后也可以让孩子呢就是激发自己的大脑的潜能 然后让他之后变成毕卡索小画家每个都很能画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海科馆来参加我们学生大班的作品展 那今天真的看到非常多的作品 那这都是小朋友发挥创意 那结合我们基隆市的海洋来做一些作品 那这个其实在学校中也可以激发他们的潜力 我们海科馆很适合办这样的一个作品展览 来让小朋友脑力激荡 也让他们的作品能让更多人看见 那欢迎大家来参观 这次很高兴跟那个基隆市政府一起合办 那个小幼稚园大班的同学来做他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们这一次结合整个海费的一些那个收集 把它创造他的那个艺术的作品 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那此外我们在这一次也大班的小朋友 他的导览手册带过来 可以带着我们两个大人一起免费来 那个海科馆参观他们的一个作品 跟我们海科馆的一个展览 全国最大的幼儿园作品展展出时间 从即日起到4月16号为止 欢迎家长到海科馆欣赏儿童的创作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来看儿童节的系列报道 青土区独白里长谢孟汉特地举办亲子活动 市议员曾宜芳也大力响应支持 并分送可爱的铅笔给小朋友们满满的祝福 那你呢 你喜欢哪一支 还是也要有一样的颜色 你们一人一样的 基隆市议员曾宜芳分送小朋友可爱的铅笔 作为儿童节的小礼物 欢度儿童节七土区独白里长谢孟汉特地举办亲子活动 希望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基隆市议员曾宜芳也大力响应支持 并且分送可爱的铅笔给小朋友们 祝福大家过一个有意义又快乐的儿童节 那每年小朋友最期待的两个日子就是 自己的生日跟儿童节乐 那今天的儿童节活动 谢里长让小朋友们自己发挥创意 自己创造课表 那也增进了父母与小朋友之间的亲子关系 那宜芳也在这里祝福我们的小朋友 儿童节快乐 那学业继部未来的在求学的阶段能够顺顺利利 4月1号我们举办一个儿童的一个亲子活动 那社区其实都没有在办这些亲子活动 那从梦幻开始以后的一个老中少 我们都会办一些活动来促进社区的一个休闲娱乐 这是社区以前没有的 那后面梦幻也会越来越认真做这一块 谢谢大家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在这场亲子活动中 里长也非常用心 安排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合作 制作自己设计 属于独一无二的干燥花年曆和行事曆带回家 欢度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